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坏人得以享受幸福呢 为什么我们信上帝 诚实 以人为本 行善的人常常受苦 而恶人却兴旺呢 我们看到周围有很多不敬钱的人 为了获得利益 地位和金钱而做错事 为什么上帝这些事放人不管呢 约伯记记述了一个名叫约伯的人的生活 他生活在一个被称为乌私的地区 他是无可指责 正直的 他把过上正直生活作为首要任务 他对上帝的忠诚坚定不移 上帝向撒旦赞扬了约伯的美德 但撒旦反驳说 约伯之所以正义 是因为上帝大大厚待了他 撒旦向上帝提出挑战 如果获准使约伯遭受痛苦 他将会改变并抱怨上帝 上帝允许了这一点 于是约伯在一天之内 接连接收了四个可怕的消息 在一天之内 他的十个孩子都死于盗贼或自然灾害 约伯在悲伤中撕裂衣服 剃头 撒旦再次来到天堂 上帝允许他再一次测试约伯 约伯因而咒诅自己的生日 将生命和死亡比作光明和黑暗 他希望自己从未出生 他感觉自己的出生被黑暗所遮蔽 继续生活只会增加他的痛苦 约伯痛斥上帝容忍邪恶的人繁荣 而他和许多其他政治的人却在受苦 约伯希望面对上帝并提出抗议 他现在要求上帝严密关注 尽管他的近况令人怜悯 但他的主要不满不是针对人类 他经常质疑恶人是否会在他们的有生之年 收获他们罪恶的报应 他们是否经常像康比一样被风吹走 为什么恶人仍然活着 变老并变得强大 他们的子女和后代 在他们眼前被兴起来 他们子孙满堂 他们的房屋是安全的 上帝的杖没有加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公牛繁殖众多 母牛铲毒而不流产 他们的孩子像一群小羊一样 欢快地跳跃 他们在繁荣中充分享受他们的日子 然后在宁静安详的时刻下到阴间 他们对神说 离开我们吧 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 全能者是谁 我们何必侍奉他呢 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 看啊 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 恶人所谋定的比我好远 恶人的灯何尝熄灭 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 神何尝发怒 向他们分散灾祸呢 这是在约伯纪21章14至17节 最终上帝介入了 约伯36次请求上帝与他交谈 终于他实现了他的愿望 上帝两次与约伯交谈都发生在风暴之中 他回应约伯的方式有许多幽默之处 上帝提醒约伯 他是一切的创造者 他许问约伯是否能够比拟这项工作 最后他问约伯是否有资格来判断 他让约伯明白 他不应该要求上帝向他解释自己 上帝让约伯感到自己的渺小 最终约伯屈服了 约伯记四十章四至五节 他说我是卑贱的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无口 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 说了两次就不再说 约伯被提醒他无法理解上帝 上帝主要表达的是 为什么要试图与他争辩呢 约伯回应说 上帝无所不知 他的计划永远不会挫败 他现在意识到 他对上帝的质疑是完全不合适的 他对自己感到厌恶 并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尽管与上帝的交流 令约伯感到羞辱 但他的核心问题已获得解决 因为他重新与上帝联系了 这本书的对话提供了一场壮观而出人意料的高潮 我们看圣经另一位人物 亚萨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 亚萨是立位人 也是大卫三位被选中的圣殿医院总监之一 作为一个虔诚的人 他留下了属灵的遗产 但亚萨作为信徒 他也被生活中所看到的矛盾所困扰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面对困扰 我们中有多少人在期望和现实之间 感受到了巨大的差异呢 对于他来说 他必须要问 为什么好人会遭遇坏事 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 亚萨在诗篇中的开篇 就肯定了两个事实 上帝的存在和他的良善 这两个伟大的真理 可以支撑信徒 度过生活中的一切试炼和困难 亚萨在诗篇七十三章两节 开始描述了他的挣扎 他在诗篇七十三章三至十二节 这样写道 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 就心怀不平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 他们不向别人受苦 也不向别人造灾 所以骄傲如链子 戴在他们的巷上 强暴向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眼睛 因体盘而突出 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他们讥笑人 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自高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 他们的舍毁棒全地 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 喝尽了满杯的苦水 他们说神怎能晓得 至高者岂有知识呢 看啊 这就是恶人 他们既是常想安逸 财宝便加增 亚撒目睹了 让许多人经常遇到的 令人沮丧的证据 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上帝 对他们很好 然而似乎上帝 对狂傲和恶人也很好 甚至有点太好了 于是让人很容易 去嫉妒恶人的繁荣 这样深刻的疑问 促使人们对宇宙的 道德秩序产生怀疑 这是人们不禁要问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做好事呢 如果恶人能够获得 成功的回报 那么虔诚又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上帝掌控一切 那么恶人的计划 应该会失败 甚至应该公开受到惩罚 只有敬钱的人才 应该繁荣昌盛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 不是吗 但这不是亚萨所看到的 也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亚萨说 那些恶人不像其他人一样 受困苦 也不像其他人一样 遭受灾难 恶人不仅与善人 以相同的水平 蒙受祝福 有时甚至获得更多 他们似乎没有面对 普通人所面对的困难 根据亚萨的评估 上帝没有像他应该做的那样 惩罚恶人 这导致他们变得更加邪恶 有些人甚至将骄傲 带在他们的脖子上 仿佛项链一样 因此 他们变得更加咄咄逼人 贪婪 更容易嘲笑和亵渎 他们的嘴唇不断地嘲笑 以一种恶意的方式说话 最糟糕的是 似乎每个人都听说过 这个可怕的家伙和他的成功 和亚萨一起 我们看到了这些富有 有名 傲慢 张扬 暴力 自私和言辞污秽的恶人 他们趾高气昂地大摇大摆 喜爱自己的邪恶 并以此为傲 恶人的繁荣兴盛 和上帝似乎对他们的作为 漠不关心 就像亚萨一样 让我们感到困扰 这个恶人 被一群和他一样的同伴包围着 他们和他一样 不停地索取 从不满足 亚萨的无助感 使人误以为 罪恶的生活才是 满足的生活 他们似乎不经历 任何不愉快 他们的财富 永不停止增长 他们因恶行 而得到上帝的奖赏 而这位上帝 似乎像恶人所说的 那样无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萨变得越来越恼火 他认为 保持善良的心 是浪费时间 保持在上帝面前的 捷径之手 也是浪费时间 保持清白 也是浪费时间 我们读到第十四节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每早晨受惩治 亚萨觉得 他的生活 比不虔诚的人 更具挑战性 他认为 这些傲慢人的行为 和言辞 不仅对待其他人 是不纯的 对待上帝 也是如此 诗篇第七十三章 第十三至十五节说 我实在突然 洁净了我的心 突然洗手 表明无辜 因为我终日遭灾难 每早晨受惩治 我若说 我要这样讲 这就是以奸诈 带你的重子 对于恶人的心圣 亚萨的困惑 还伴随着一个难题 他告诉上帝 他知道自己 不能与其他人 分享自己的感受 因为这可能会让 他们对自己的信心 产生质疑 为什么呢 因为亚萨 毕竟是圣殿的宗教领袖 即使在绝望中 他也有远见和关切 不愿危及其他人的信心 亚萨承认 他对这一切现实 感到崩溃 对于那些不虔诚的人 和恶人 经常过上幸福生活的事实 他无法反驳 而他自己的生活 经常充满挑战 这是他觉得 上帝在折磨和惩罚他 他相信 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 但他也觉得 不能与他人谈论 因为这对其他人 来说可能并不真实 所以对他来说 太痛苦了 然后 一切都为亚萨改变了 诗篇第73章第17节说 等我进了神的圣所 思想他们的结局 亚萨的困扰 似乎一直在加深 直到他走进主的殿 在那里 他以一个全新的角度 看待自己之前 一直在挣扎的问题 在那里 他能够从永恒的角度 看待事物 然后他明白了 他们的结局 当亚萨向主表达 他对不义在这个世界 获得成功的不满时 一个问题突然出现在 他的脑海中 那些人来世的命运如何呢 当他越加思索 他们未来的命运时 一切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诗篇73篇 十八至二十节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 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人睡醒了怎样看梦 主啊 你醒了 也必照样轻看 他们的影像 相反于世人所看到的 亚萨明白 恶人的安逸和安全 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 他们实际上被放在了滑溜的地方 随时都会坠入毁灭之中 从永恒的角度来看 他们是如梦境般短暂的 如果他们不忏悔 并改变自己的行为 他们将面临永恒的毁灭 诗篇73篇二十节中 亚萨的观察 并不意味着上帝正在睡觉 然后当他醒来时会采取行动 而是在适当的时候 上帝会站起来 对付不虔诚的人 诗篇第73篇第21至24节 因而我心里发酸 肺腑被刺 我这样愚昧无知 在你面前如触了一般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 你掺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避接我到荣耀里 当亚萨想到不虔诚者的危险 和他先前的结论时 他为自己轻率的想法 而感到痛苦 他因为之前错误的想法 而内心感到内疚 他为自己想要放弃信心 而感到悲伤 不虔诚者的最终命运 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新的歧视 但他需要被提醒 在进入主的殿之前 亚萨在主面前 忏悔了他的无知并认罪 他感到愚蠢 因为他忘记了永恒 和上帝公义的真理 这是约伯在面对 亚萨的问题时的相同情况 约伯承认上帝的道路 完全超出了他的理解 他憎恨自己的骄傲并忏悔 作为一个虔诚的人 亚萨有他的结局 而恶人也将会有不同的结局 诗篇第73篇第25至28节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摔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远离你的 必要死亡 凡离弃你行邪淫的 你都灭绝了 但我亲近神事 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那些远离上帝的人 必会灭亡 而离弃上帝 去信奉虚假神明的人 也会被毁灭 在与生活中明显的矛盾抗争后 亚萨意识到更好的选择 是更亲近他的上帝 并信靠他 亚萨问题的答案 可以在新约中找到 上帝允许好事发生给坏人 是为了引导他们悔改 因此 下次我们极度不虔诚者时 请记住两件事 他们的祝福只是暂时的 但他们的永恒中 没有主的同在 我们必须祈求上帝的祝福 能引导他们悔改和得救 这篇诗篇 以一种终结的感觉结束 并不是因为最终的公平已经实现 而是因为信心帮助诗人 看得更远 结局已经近了 未来是清晰的 这篇诗篇已宣告 愿意更亲近上帝 信靠他和赞美他的决心结束 在所有的怀疑和恐惧之下 诗人一直知道 上帝是美善的 先知耶利米也在提问这个问题时 犹豫不决 他在耶利米书第十二章 一至两节中问道 耶和华啊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但有一件 我还要与你理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 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 你栽赔了他们 他们也扎了根 长大而且结果 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 心却与你远离 耶利米明白自己是正直的 而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大多数人是邪恶的 但看起来他们过得不错 而耶利米的生活很艰难 耶利米认为 除非上帝允许 否则恶人不能享受任何繁荣或快乐 他们享受的果实 无论如何 最终都来自上帝 耶利米书十一章十八至十九节 耶和华指示我 我就知道 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名 我却像柔顺的羊羔 被迁到宰杀之地 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 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 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 使它的名不再被纪念 或许更好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倾向 会嫉妒那些邪恶的人呢 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的探究中心是什么 为什么看到作恶的人过得很好 会让我们感到沮丧呢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永恒奖赏 以及恶人最终命运的焦点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提醒 诗篇三十七篇一至七节 也给了我们这方面提醒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极度 因为它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名如正物 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我们读到不要心怀不平 敬前的人因为恶人的繁荣昌盛 而心怀不平是普遍会发生的事 心怀不平就是忧虑的意思 大卫也得出与亚萨在诗篇73中 结论的相同 那就是不义之人所经历的任何繁荣 都是暂时的 大卫劝告人们放下忧虑和心怀不平 要用喜悦主来取代忧虑和嫉妒 通过信心思考和接受上帝的祝福 因主喜悦是一个美好而有保障的应许 当一个人真正以主为乐时 他们的心和愿望将与上帝自己的美好旨意一致 这将带给他们幸福和满足的生活 尽管我们可能渴望看到恶人的毁灭 但我们必须记住 上帝有一个必须执行的至高计划 因为他拥有的爱和恩典 他希望他们获得拯救 因为上帝对邪恶的人有长久的忍耐 我们有机会为他们祈祷和为作见证 以便他们能够理解上帝对他们的爱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伟大的问题 我想你应该自己问自己 问题是我为什么存在 我的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以赛亚书43章6至7节 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 对南方说不要拘留 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 将我的众女从地级领回 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我毫无疑问地知道 你和我为何被造 你和我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被造的 然而我知道这回答对于许多人来说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约书亚纪22章5节 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 耶和华不认摩西所吩咐 你们的诫命律法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请他一切的道 守他的诫命 专靠他 尽心尽性 侍奉他 尽管圣经告诉我们 要遵循上帝对我们生活的计划 但发现上帝的计划 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 有时 我们希望有一个详细的路线图可以遵循 他可以概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决定 但这样的地图 如果存在的话 就会妨碍我们的信心和日常对上帝的依赖 当你问自己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 我为什么在这里 你可能想知道的是 为什么你来到这个地球上 或者你会为这世界带来什么改变 你可能想知道你的存在 会产生什么结果 你会留下什么遗产 或者你会在这世界引起什么连锁反应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能够为这个世界做什么呢 你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圣经说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 所以 在你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品质 这是其他人所没有的 其他人所不能带来的 除了你自己 你知道 上帝赋予了你才华和能力 这些是特别赋予你的 当你找到你的才能时 他将帮助你 指向你找到你的目标的方向 换句话说 上帝不会召唤你去做 他没有赋予你能力的事情 彼得前书四章十节 这样说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 彼此不是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你和我都被赋予了上帝赐予的恩赐 激情 个性和精力 上帝使用这一切 在他呼召你去做的工作中 来塑造你的使命 箴言十八章十六节说 人的礼物为他开路 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 你的礼物 你的才能 你的恩赐 会为你开路 那么 你的恩赐是什么呢 其中一个就是 你用最少的努力 做得最好的事情 不要逃避你的才能 所有人都有这个才能 识别他 就是你用最少的努力 做得最好的事情 那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 要为了追求高薪水 而做那份职业 所以你只是为了生存而活 而不是为了有所作为 无论你是年轻还是年老 无论你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无论你是刚刚开始职业生涯 还是已经工作很长时间 最终 你都希望深深地知道 你做的事情和你是谁 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当我问你 你为世界做了什么的时候 你的灵魂深处渴望知道 你所做的是有意义的 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 若有讲到的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叫神在凡事上 以耶稣基督的荣耀 原来荣耀 全能都是他的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罗马书十二章六至八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 或做直视 就当专一直视 或做教导的 就当专一教导 或做劝化的 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 就当诚实 智礼的 就当殷勤 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注意保罗在这里说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上帝给我们每个人 各有不同的恩赐 是根据赋予我们的恩典 而有所不同 如果你的恩赐是预言 那么就按照你的信心预言 如果是侍奉 那么侍奉 如果是教导 那么教导 如果是鼓励 那么给予鼓励 如果是给予 那么慷慨地给予 如果是领导 就勤奋地去做 你看 我们的恩赐的源头 是上帝 而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无法决定它 我们不能决定要得到什么 上帝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在你和我的身上工作 让我们成为一个 如果靠我们自己 是不能完成的人 接受你的恩赐 用你所拥有的 来造福他人 那么 你如何发现你的恩赐呢 这里有三点 给你做参考 首先 第一点 激情 问问自己 你的激情是什么 什么事情 是你非常想说去做的 思考一下 什么事情 让你充满动力热情 什么事情 让你感到满足 尝试一下 去试试 第二点 可能性 你尝试过 什么是做对的 这是一种 通过实践学习的方式 换句话说 我不认为 你只是通过 做一次测试 就能够发现 你的属灵恩赐 我认为 你需要在社群中 你身边的人 有助于帮助你 看清楚 你自己的恩赐 所以尝试一下 试一下 最后一点 人 问问别人 你周围相处的人 你的团契 对你的恩赐 有什么看法 人们对你的才能 有什么看法 人们认为 哪一方面 是你做得很好的 你看 这是一个美好的部分 我们实际上 需要其他人 来对我们的生活 进行讨论 并从我们身上 拉出我们能够提供的东西 大多数人 如果觉得自己不知道该做什么 只要在社群中给自己一些时间 你会发现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 所以 亲爱的朋友 你能够为这世界提供的 是一切东西 所有的一切 我们可以开始以这种方式 找到我们的恩赐 因为套着上帝的恩典 你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 上帝为你的生命 有特殊的目标 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 通过耶稣基督 成就他希望你过的生活 以福所书二章诗节说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上帝渴望的是所有人得救 所以我们所有人的一般性目标 是要去接触 拯救迷失的人 他对我们所有人的目标 是希望我们成长 成熟 荣耀他 但你是八十亿人中独一无二的 你的DNA 你头脑处理信息的方式 你的出生地 你经历的好坏善恶 不公平和美好的事 特别的恩宠 上帝为你定下了 只有你能够实现的目标 上帝为你的生命 所设定的目标 将源自你的自然恩赐 正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 十三至十四节中所写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身知道的 你拥有独一无二的DNA 你的思维 行动 感受 处理信息的方式和才能 都是与众不同的 你就是你 因此 上帝赋予你的自然才能 属灵恩赐 生活经验 无论是好是坏 都是上帝赋予你的装备 用以实现你独特的目标 上帝最常使用你的方式之一 就是你所经历的困境 我们之所以回归到上帝面前 是因为 祂是我们的创造者 祂在我们的工具箱里 放入了我们所需的一切 让我们可以成功地完成 我们被创造时赋予的任务 所以 我不必去渴望 去羡慕祂放在你的箱子里的东西 因为我不是为了成为你 而是为了成为我自己 我不必去追求祂给了你的东西 因为祂是为了让你成为 你本应成为的人 才给予你的 祂已经给了我 为我被造所要过的生活 我的工具箱里所需要的一切 上帝为你设计了 祂希望你过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的生活是不堪忍受的 那可能是因为你过着别人的生活 你本来要过的是简单的生活 会要使用你侍奉的恩赐 但看着你的同学飞黄腾达 生活优渥 你怕别人认为你太胸无大志 所以你也开始奋斗 在商场上拼搏 结果你感觉很疲惫 朋友 如果你的生活太沉重 太快 太痛苦 那么也许是因为你在过别人的生活 因为你会发现你是完美设计 成为你自己的 当你屈服于它时 它会向你展示如何最好的做自己 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有一个独特的目标 所以不要跟随别人的目标 我再说一次 不要跟随别人的目标 上帝为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如果你再听 我希望你对自己说 上帝为我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在这里 这个关于目标的问题 不是你可以自动地回答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旅程 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 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前进 然而 如果我们一味关注结果 我们可能会错过 我们通过经历和旅程 所带来的变化 当你朝着上帝 为你设定的计划前进时 实现这个目标 并不一定是那个目标 会给世界带来最大的改变 相反 或许是你一路上所做的事情 给世界带来改变 想一下蜜蜂的目的 蜜蜂想获得尽可能多的花蜜 花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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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它离开蜂巢时 所想的一切 蜜蜂一生都在从一朵花 飞到另一朵花上 采集蜂蜜 它只有一个目标 养活自己 但是 花朵的花粉 粘在它腿上 当蜜蜂落在一朵 又一朵花上时 它会将花粉 传播到周围 从而导致 一花受粉 这种看似无异的 偶然活动的最终结果 是蜜蜂对地球上的生命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就是未来花朵绽放 所必须的 这是让美丽得以延续 让果树 结出果实 所必须的 因此 就像蜜蜂一样 我们正在通过 我们所做的一切 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然而 在你探索的过程中 通过阅读圣经 通过他人明智的建议 通过管理和发展上帝 所赐予的恩赐 你可以更多地了解 上帝的计划 并加强你的信心 最重要的是 当你向上帝提出你的问题时 要忠心地祷告 并依靠他来指导你 他应许会引导你 走向正确的方向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说 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记住 上帝在你母亲的腹中造了你 你是特别的 多莫伟大的上帝 没有他不能宽恕的罪 没有他不能回答的祈祷 没有他不能拯救的灵魂 没有他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为你有一个美好的 特殊的计划 为你 如果你被这个信息所祝福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输入阿门 你可以通过 与朋友或家人分享视频 来帮助我们接触更多的人 并传播福音 请记住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祝福你的视频 让你的心得到平安 你的灵得到鼓舞 你是被祝福的 你成为他人的祝福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 与你们众人同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